我小表妹欧皇的称号可真是名不虚传 竟然发现地底下钻石玲珑塔 遍地又是黄金花 因火得福 看着玲珑塔里面必定是有好东西 好奇心趣是我进去一探究竟 可是问题来了 大门紧闭想进去都难 只能采取一些非常手段把门给撬开了 撬开个小洞口左右看看 观察一下里面的情况 公公如也 看样子还算安全 不过吃一剑长一剑 还是要随时进入战败状态的 来者何人快报上名乱 我就说呢 怎么可能没有人呢 到处都是寒冰人 凉素素的 刚刚挖开的洞似乎缝合了 怎么办怎么办 等等 怎么这里的寒冰人都不攻击我 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过不去 需要击败这里的寒冰人才能销售 没错 接了玲珑塔就得接受挑战 废话不多说 直接出招吧 别看我的藤口毛小小村的 但是伤害还是在线的 这一包名字叫做瓜山流 销售都快要冻僵了 似乎只要解决一只寒冰人 通定地就开启了 在下先走一步 这次怎么又碰碰的 难道 哇 吓我一大跳 就好做了万全准备 吃地火蝎子 这不是我的手下半象吗 手下半象还有什么好大的 喝喝瓶瓶不好吗 继续往上 什么声音 原来是透明的恶魂在周围徘徊 暂时还不会主动攻击我 这次就没那么幸运了 就得击杀所有的恶魂才通过 只能硬着头皮上来 轻轻松松搞定 刚刚才战斗完 后面来人更加心动的 死亡激光阵 中间还有一个箱子 激光是有规律点 所以看时间跳过去 开箱时间的 一张小纸条 啥也不是白白浪费 我下半没时间 丢了 爱说爱搅的 什么东西这么臭 臭水托尺 这味道太臭了 差点要给熏死过去 得赶紧离开这里 必须按照指定做动作 打招呼 疑惑 生气 高兴 再怕下转两圈 哇 这臭水果然苹果消失了 终于不怕连熏死 好热啊 蚂蚁终于全是眼镜 这是要么烧死 要么烧死的节奏 只有勇者才能过去 说的不是我们 是口巧克力车 这次又是搞哪样 快放我出了 快放我出了 声音似乎从这 南瓜头里面发出来的 打开来看看 那 什么光线 这么刺眼 我终于离开 这个鬼地方了 我要出去大开杀戒 孤狼法师 我这是手务解放了 上古外物嘛 我小本没一人做事一人当 肯定不会让你们 有机会跑出去做恶的 不会召唤帮手 这有什么的 两三下就解决了 我还会回来的 回来一次 答案你一次 总算把危险排除了 更上一层楼去 这一上来 就跟我出了刀 实际难题 只能让选一 生门和死门 忽然出现一个黑洞 跑出来一只骷髅龙 二话不说 对我发现见过 太不友善了吧 手上武器破了 只能用手来打 见过沙包 这么大的拳头没有 你这小拳头 还想打我 我留了一声 我都帮忙见过了吧 拼你跟屁数一样 来来活活 我还适合糖果盔甲的保护 不然我就要站在这里了 获得了一百千钥匙 是死以藏生的运营 那我选择死门吧 正所谓 只知死敌而后生 搏一搏 单车变摩托 就选你了 哎呦喂 怎么又钻背头呢 这里是临时大陆 我选对了 赶紧去找白姐收拾 表情还挺悠闲的嘛 既然驯服了这么多的发工工 他还不是养狗搭乎吗 小伯妹 你怎么穿了一身的糖果盔甲 那个黄金树呢 肯定说这个了 地底遍地黄金花 还有算石块 我们要发财了 大白天做什么白日梦呢 快去洗洗睡了 哼 才不是呢 我身上就有两块 货帧架价的算石块 你跟我来就知道了 我们下一次 还在一边 支持 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